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魏勒 跟一般僧文教法也有法魏勒 一般的大乘的 一般意义下的法魏勒是不一样 何以顾 因为它有弥陀本愿的价值 它是极乐世界的法魏勒 换句话说 你那个法魏勒是 净乎净影在极乐世界的现场 你懂吗 懂意思吗 是这样 我小时候到小一的时候 小一的时候 常常就是有种感觉 那是感觉 后来长大才知道 那是天上的感觉 人家讲南天门 我一听我就懂 什么叫南天门 南天门是四大天王的四天王天 开南天门 所以我很清楚 所以我从小信神 对我一点都不违和 我母亲带我去台北恩祖宫 拜拜的时候 还没到就有个太太跟她讲 哎呦 你这小孩好可爱 我母亲只要带我出门 车子再怎么挤都会有位置 如果没带我出门 那就要看她了 她就不一定有位置可坐 那那天一样我要去看病 结果就有位置坐 有位置坐的时候 那个妈妈就 老太太就来跟她讲说 你应该去给恩祖宫拜一拜 去拜一拜这样 我一下子 我一下的车子 我一看到恩祖宫那个庙 我好像如入无人之地 我都知道 动作是先要去上厕所 接着洗手 然后拿香 烧香 然后站在那个天宫炉那里就对着拜 拜完了我插不到 我太矮了 五岁我怎么插 那一堆人就看着我拜 因为我还在祷告 你懂我自己祷告 我就祷告说 要让我健康 让我孝述我妈咪 让我不要再生病 让我病搞得点好 讲得好大声 所有人都听到了 所以那个大人觉得好好笑 就停在旁边看 嘿嘿 这小孩怎么那么可爱 然后 所以我也曾经可爱过 你懂吗 然后 然后他就讲 然后就觉得很可爱 就在那边看 我讲完了 插不到对不对 我娘一直不知道跑到哪里 人带多了 他就挤不过来 那旁边再看 我就直接交给他 来 插 我就来指导他插 那个人还好像逗逃 赶快 听到很高兴 我帮你插 从今而后 我进了那个恩主公庙 我娘就放我自己 进行我的宗教仪式 我个人的宗教仪式搞定了 他会在哪里等我 是这样 这就是过去的因缘 但是我知道 这种因缘 就是依稀仿佛 净饮过在那里头过 这样了解吗 是真的会是净饮在里头 你在观的时候 你的身心是受用的 是受用 好 所以说受用种种法未入 四名入第四门 这个是四亲菩萨他自己经历过的 他修净土法门自己经历过的 这样了解吗 好 最后一门就是回向门 这叫出门 前面四个叫入门 就离去啦 这样子已经都你受法未 你就禁聚过 也感受了那种感觉 对不对 那当然接着你就要出了 出去干嘛 出去利益众生了嘛 这就是回向 所以他这么说了 他说以大慈悲观察一切众生苦 是硬化生回入生死为烦恼灵 生死缘烦恼灵 烦恼灵中游戏神通至教化地 以本愿力回向故 是明出第五门 这就在讲之后的事了 讲你已经从极乐世界出来之后 能够一人注意听 一个人能四线百千亿化生 然后到各个苦恼众生处 然后四线硬化生 硬化生什么意思 硬化生有两大类硬化生 叫略硬化 略硬化就是硬化在这六道轮回当中 有圣硬化 大硬化 或者叫圣硬化生 圣硬化生就是界外的菩萨 还有阿罗汉 有些阿罗汉 你看他是不想成佛 也不知道他成佛 但他跟你有缘 你已经入大乘法 还没有成佛 那已经能四线成佛的样子 你要四线给他看 他会被你渡 不然阿罗汉没有任何凡夫能渡他 也凡夫也看不到他了 他在三界外你怎么看到他 我们在三界内 这样懂吗 就不同国的 你看不到他了 只有内 那叫大硬生 或者菩萨硬生 或者叫圣硬生 有这两类生 了不了解 那你到底从极乐世界外 会哪一类硬生呢 看你回来的早跟慢 你如果是入了 这个这个这个 无声法忍之后才来 那两类生你都可以 如果有一种菩萨是极少数 还没有见佛性 只是怨心 悲心非常坚固 提早回来的 那只能随怨而发 那就是还没有能力 能够见佛性 他悲心深重 基本上他只能小硬化身 这种机会不大 我在经典中看过 提早 这样懂吗 懂不懂意思 ok 好 那么时间差不多了 那么回入生死入 你看生死缘烦恼临终 游戏神通 游戏神通基本上是指入无声忍的人 所以得无声忍就是见佛性 这样子的众生回入娑婆 能够有自在神通力 就观音菩萨有没有 三神二应 有没有 就讲那个 他能够神通自在 那么以本愿力 能够呢 以本愿力回向故 世民出地 以本愿力回向故 这个的本愿是指我们自己的本愿 我们自己的本愿就要回向再回入娑婆 懂吗 每一个人都可以你的本愿回入娑婆 这样知不知道 所以说往生极乐不用担心要跟你娘 要跟你所爱的人离开 你很快就 当然不行 快到怎样不知道了 就在你的意义上是很快就能回来 因为在极乐世界 时间上的压迫感是没有的 哪怕是几节对你来讲 都是刹那即过 像很多人 很多人在网路上听我师傅讲YouTube的课程 他们说根本在追剧 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五个小时 有的看到整夜没睡 香港有两个老太太 整夜没睡 看我讲经说法 那为什么 因为简直比八点档还好看 他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他整夜都在看 看到后来六点钟了 他老公才 他老公老婆才要求他赶快去睡觉 就追剧 为什么 他没有时间赶 他觉得法的内容很愉悦 就这样 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了解吗 本来真的就会这样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本愿立故是自己的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姻缘 这样了解 所以你不用担心 就去了好久才回来 不会的 对你来讲没什么时间压力感 你回来跟你有缘就是有缘 懂吗 做个小伙子怎么可能没缘 对不 他娘子你也忍得出来 他原来是扁 你就认得出来 你自然就会去度他 懂吗 那你那个老公很难叫化 你就先到极乐世界 下辈子你带来 他会做你儿子 让你乖乖的带 这样了解吗 你现在老公搞不好就是过去你儿子 你没有照顾他圆满 现在你又继续照顾他 也很多是这样 你不觉得老男人越像小孩吗 很乳的你敢不敢感 很像小孩子那样很爱耍赖 你不觉得吗 他就是你的老儿子那种感觉 所以你不用担心 所以极乐世界是最圆满大秤的一种恩情 恩德的报恩修行法 你几乎很快就能够依着的大愿力回到这娑婆世界来 把你这一生无量节以来恩恩爱爱 统统变成最亲近的圆满相 你最爱的人怎么样最恨的人 最后都会在极乐世界回来之后都被你圆满 好棒好不好 那么今天我们把理论跟实修都谈了 我们甚至于也对应了我们现在的佛西的样貌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让你知道其实他一直在影响汉传佛教 虽然不是那么整体 但我们也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相应的方法 对到中后期的近代 中近代的所谓明清以来这个近代的佛教 他就把它归纳为信愿形这样 那其实他这里头就是也包含着信愿形 那随便谈一下就是这里头还有一个更早期唐朝时代的善导大师 他有武正行 武正行当中对应起来你看 独颂 独颂无量寿经 那么观察礼拜称明都有 都有 有没有 最后赞叹共养都有 其实独颂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观察 独颂其实就是观察 其他这里没话对 没话完整 这样了解吗 独颂其实就是一种观察 随闻入观 了解吗 那么其他就是一种观察 所以五行跟五念门 其实他是表现法各个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五念门其实很完整 那五念门里头的回向门 反而不是五正行门 五正行当中所含色 确实是 你有没有注意到 回向门其实是什么 就是大乘里头的最重要核心 也就是发菩提心 广力众生的意思 这样懂吗 但是他放在回向 也就是放在你往生之后要回来之前 就是错了 放在你愿意求往生的时候 你就已经有发愿要回向 换句话说你还没去极乐世界 你就有发菩提心 但是他却放在出门 不是放在入门 也就是说你就算还没有 你没有发 你也保证能够往生入 入 入 懂吗 前世有了就能入了 这就是我平常说的 我说发菩提心能帮助你念佛 但如果有人业障重道不能发菩提心 可不可以往生极乐 可不可以 可以就是这个意思 就在讲这个意思 懂吗 所以我这些说法 历代三十多年来 三十多年来我说的 其实不离开这些 只是今天再看 让你看到文字的证明而已 这样了解 好 那么就是说 回向门之所以没有 是因为他是入门之 他是出门 那出门的话是 有的话增长你往生的功德 跟能力跟因缘跟观想 那如果有的话 那最好圆满嘛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呢 也不影响入 也就是往生极乐 也不影响 不过话说回来了 不影响 说不影响是指说 不是决定性的影响 但一定比较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能发愿往生的人 他如果再加上发菩提心 为了利益一些众生故而念佛 他的力量会更大的 跟为自己只是想得利苦而念佛 当然不一样 龙树菩萨说 一个像一条牛拉你 你自己拉自己 一个像千军万马拉你 这样懂吗 那你力量当然大 发菩提心当然是这样 所以我不能够说 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 但我一定告诉你 发菩提心更好往生 这样知道吧 这样了不得解 所以要不要发菩提心 最好要 但不能说到说不发不往生 这当然就不能 因为极乐世界 净土法门太特殊了 不发你也能往生 因为他不是成佛 成佛一定要发菩提心 但是没成佛 没发菩提心我往生OK的 往生还有一种顺便提起 在这里没有 往生还会生到化成里头去 那是胎生 极乐世界有胎生 那这个是什么理由不在这里讲 但是我告诉你说 这就是跟菩提心的有无也有关 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类的 好 我们来回答问题 以上是指正文的部分 我在解释理论跟实修的部分 我们依着五念佛门来讲 往生论的只要在这里 那么这里头有提到了说 在实修的时候 慈明念佛跟观察发愿 这里观察门还有发愿门 这两种是放在一起的 坐愿中提到一心专念 毕竟往生极乐如是修行舍磨他 请问一心专念是念此愿 还是专念阿弥陀佛的圣号 以及此愿修止的关系 我说他是一种修止 他要修什么 他要发愿 发愿的话 那跟念佛不就不一样了吗 我正在发愿我能不能念佛 可以 每一句佛号跟愿生相结合 愿生极乐相结合 这样懂吗 所以修修佛号 修修发愿 是这个意思 那专注念佛就专注发愿 那就是舍 舍磨他了 就指在那里 指在这个院上 在这之前要先观察 那你就不观察他放后 我说过 那是在增长你的法乐 在这之前也可以观察 这种观察叫做文思 也就是这里讲 五行里头讲到的独颂阵行 跟独颂阵行 这样了解吗 在这里独颂还有观察 可以 也可以做 这种观察是在散心中先观察 等到你这个怨心又坚固的时候 你在定中是一一一十六观经观察 也可 不过话说回来 后来的祖师就告诉你 直接在怨心跟念佛上下手就好 不用再做观察 但是依照我们世心菩萨的意见的话 当然加上观察会更完整 他是有提到这样 这样了解吗 但是在我们汉地 当年的祖师所对的众生 跟我们现在比起来是相对好 但是也一样跟我们一样忙碌 怎么也是的 所以就没有那么提倡 但没有那么提倡 这样呢 确实也有一定的枯燥感会出现 你跟他念佛那样吗 你没有那种观想愉悦的 对极乐世界那种优美的样子的那种 憧憬 你懂吗 人都是要有一种憧憬 比如说为什么 各国都在拍旅游为电影 对不对 对不对 干什么用的 旅游你去的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也应该要拍一下 极乐世界旅游为电影 应该是要这样 但难 因为没人见过 懂吗 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就要让你怎么样 在你的定中做官 你就自己演了一出为电影 就这个意思 是不是能增长你 往生极乐 能不能 对的 这就是观想念佛 可以辅助的原因 所以燦公在拜佛的时候 他会教你观察极乐世界 种种庄严 就这个意思 还有教你观想供养 那么这些都是从 智耳大师的法华灿里头衍生过来 都有 六层供养 用六根做六层供养 好 那么这两个问题就一起问了 就一起答了 所以坐愿跟修子是放在一起 科班中提到了 他比无量寿佛兔庄宴 第一地妙境界相 请问这什么意思 修婆世界或其他世界 是否极非第一地妙境界相 第一地妙境界相 骗一切处 所谓的法身骗一切 所以你放心好了 当然是都有 问题是 他展现成怎么样子 极乐世界的众生 在当下能见 我们不能 我们在修婆见不到 你不觉得吗 你觉得两党 两党骤真 两岸挣扎 世界的是不是不和平 国际上面的这些恶 翻开来报纸上面 你会觉得他是第一地境界 妙境界相吗 你不会这么觉得吗 你会觉得很烦吗 但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些 对吧 那个叫第一境界妙 第一地妙境界 可是问题是 即便是修婆世界 在本质上也是第一地 只是因为我们用烦恼剑来看他 我们会恐惧厌恼 我们会觉得格格不入 对吧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是这样子 我们才不会觉得他是第一地 第一地 境界相是 具体的是 就是是 跟抽象的理 叫做理据是照 二种 三千 世界 都是当下具足的 是在讲这个 那讲什么 讲佛性 就是你佛性所现的是极乐世界 因为极乐世界又能让你得法乐 对不对 刚刚不是讲法乐吗 你透过观察之后能够有法乐于其中 有法有乐于其中 你就能够直接感受那第一地的清净现象 我们沙坡世界也是第一地 也是清净现象 但我们就是看不出来 因为没有那种法乐 没有那种自在感 这样了解吗 了解吗 不太了解 我知道 讲到这里也常常就不太了解 那就是 就是我刚刚才讲理论的时候 我说什么叫做认识 有没有 是你的业感在作用的 对不对 什么叫做鱼面对水 鬼面对水 人面对水 蟲面对水 天人面对水 都是与业感不同 而面对不一样的水的感觉 对不对 就在讲这一个 就在讲这一个 其实水者各种境界都立不开你的实相 好 那么是这样了解了 那么所以说十方世界是否也非地异地 妙境界相 不 也是 只是你不容易看到它 好 第四个问题 有人认为观察极乐世界一正二报庄严是一种不切实际的 与现实生活脱节的凭空想象 甚至于休久了会精神作乱 请问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与保刃对境土中的信心 那很简单的 第一个 不会不切实际的 因为我们只要一的观无量寿经所说 你多颂词就好了 颂词就在起观了 颂词要怎么颂呢 不要分别作义 白白地送过去 直白地送过去就好了 你说直白 当然了 文字的那个解释意思你要懂一下子 表面的文意要懂 那文意懂了 你就顺那个文的感觉念 一再地洗涤你的心 一再地把印象出现 这样就好 不要停 慢慢地送直白地送 这样就可以 这就在观了 所以我说观察门跟读诵 读诵门其实是合一的 特别是天台 尤其是这样讲法 所以他这个 他上面这个图表 那个图表是网路上有 刚好有文拿来借用 我很早就有讲过这个的时候 我就把这两个讲在一起 所以不要都是 网路上的东西很多 很多怪怪的 参考就好 这样知道吧 了解 好 是这样 所以不会不切实际 我刚刚都说了 我一个小孩子自己在那里玩 观想 我就觉得玩静影带当中 你在观察当中 你是得法乐的 你怎么会不切实际呢 这种说法都很不恰当 懂吗 也有诽谤之嫌 法门都很好 你可以说你不相应 你说人家这个法门不切实际 哦 这个话就中 这样懂吗 但有啊 我知道 是有人讲这种话 是有人讲的 并不恰当 但是你要知道说 不用担心 我绝对告诉你 宋词他就对了 不过当然了 古德 而近代的古德告诉你 他专心念就好了 他是因为怕你怎么样 怕你用妄想当法乐 这真的是根气太弱 但我们今天追随着四亲菩萨 你也不能弱到这么弱 对吧 所以我会说 你去观察OK 你如果基于这样 你到外面去讲说 法上法师主张念佛还要观想 那就不对了 我的意思没有所谓主张或不主张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这样做 你也可以专念佛就好 如果你专念佛觉得信心很充足 不枯燥 觉得好有 有feel有感觉 OK啊 如果你觉得不足 你看看燦工就教人家先观想一下 了解吗 喂 你不了解啊 都没反应 我一件你们疼疼的睡 因为这比较讲实修的 跟理论结合 会比较没那个 不可以随便谈笑 所以我比较在意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注意是这样子 了解吗 了解吗 所以可以啊 不是不可以 但不要解释为 我说一定要 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了解吗 但有很好 但不过 你不要有 当中又带着贪心跟颠倒剑 那又不对了 这主持害怕是这样 干嘛 我修我比人家好 你看我 你看我有在观想 我观想 我昨天观到奥弥陀佛都来了 他还跟我讲话 你不要啊 你完了 十六观经里没这个内容啊 什么时候奥弥陀佛跟你讲话了 还给你出名牌咧 奥弥陀佛 这次就完了 这样懂的意思吗 懂的意思吗 就不应该再弄到那里去 弄到那里去 好 好 那么这样子就懂了 所以保认是很OK 你用你的专念可以保认 你用再加上观想可以保认 有人倒过来 我只修观想要不OK 当然也OK 不过末法时代众生一般来讲 也会觉得说 你这样会不会太空过了 因为称名前面也在讲 称名是消业障跟增长 不是增长福报的 而且是怎么样 是修赞叹 对不对 称他的名嘛 对不对 你看你对那个人不好 你连名字都不想提 有没有 那个人叫什么 我名字都忘记了 对不对 邓丽君不是有一句 连名字都忘记吗 的歌词吗 是不是 那么人名字忘记 表示你不在意我 你愿意称 常常提他的名字 就是我对他尊重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礼佛一拜 罪灭何沙 念佛一句怎么样 征服无量 为什么 我称念佛的功德 是不是 所以观想绝不妨碍称名 称名是基础功 懂吗 他可以修定的 他可以修不报的 他可以消除业障的 了不了解 了不了解 所以说 总而言之 整个修行 你来万佛寺 参加佛妻就对了 就有了 都是用这些方法 真的没有 你来参加过人就知道 完全就这些方法 我讲解也是这个概念的 30年前就建立这个观念了 好 那么这是信心 重点在你问的这个核心语 是信心的问题 信心我就说了 主要是打底就是念佛 早晚各三千生两百 两千生一千生打底 那你能做观想 就如法的依观经读诵 把它背下来 然后把它背下来 然后你也甚至可以画画 画出来都可以 都可以这样做 昨天我就 一位嫁来台湾的日本艺术家 他很有概念 很有用心 他都能讲中文 我就是跟他约了说以后能不能做十六观经的创作 十六观经的创作 也是这样等待他吧 他是很有名的 他还到上海哪裡去做演讲 不是做展览 他在台湾的师大读了八年 在杭州美院也读了好几年 所以他中文都能熟悉这样子 好 那么我也希望说能够画出来这样 那你自己就随文入冠 这里提到了 读熟了 常常送到自己都不知不觉 发现念快 不 读熟但不能念快 这叫熟溜病就出现了 你看很多人送 心经念得好快 把心经当咒语了 这样懂吗 懂吗 ok也ok 因为心经在早年的西域 他就是咒语 他就是咒语 他后来的 也是咒语 他整个就是咒语 把心经当咒语 是的 是没有错 但心经也可以观想 懂吗 观自在菩萨行身 波罗波罗蜜多时 照见了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这总说 你就知道 照见五蕴皆空多好 好到能度一切苦恶 一切是指什么意思 我的一切苦跟众生的一切苦 观自在菩萨是什么意思 就是照见五蕴皆空 是为了观自在 观自在要照见五蕴皆空 空是指一切空 空而不空 为之真空的空 我为什么想到心经去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子送词的话 看起来才能够随闻入贯 懂吗 是要叫你这样做 所以不能熟溜了 有熟溜病不行的 就把它当变咒语念了 懂不懂 这样了不起解 所以一句一句的念 随闻入就好 随闻入是什么意思 就知道它字面上的意思就可以了 你会越来越深入 后来会前文解后文 后文解前文的 但是专有名词你可以查一下 ok的 专有名词你不懂吗 对不对 那是可以查一下 如果遇到了 是可以这样 好 那么 最后一个 习惯一步一步一阶段一阶段修学佛法来 净土法门是有相对应适合的修学法 有啊 我们密宗里头有释迦行对吧 我早年也是在清凉社早年我就给同学也释迦行啊 我说汉传的释迦行啊 念佛一百万僧 拜奥秘陀佛 或者拜净土灿 各多少 我会给他这样的功课啊 然后被 念奥秘陀经 念奥秘陀经 然后呢 供养奥秘陀佛 每一天要供 要供什么呢 水水花香灯土果月 也是一样用八供这样去供 不能你至少要什么 这个 这个水果香足花 花你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要用油灯 这样 用事供 我也是这样说的啊